人造草皮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 当时Chamblas于一年前安装在Astrodome 该Astrodome由孟山都公司开发 并更名为Astroturf 现在是所有人造草皮的通用商标 已向新所有者注册 20世纪60年代第一代为填充短容纤维系统 已大部分被另外两个系统所取代 第二种具有更长的纤维和沙子填充 第三种在沙子中添加回收的橡胶粉 与天然草相比 人造草的优点包括 一、耐用性 人造草比天然草更耐用 适合在天然草可能无法生长的地区使用 例如有顶棚的体育场或排水不良的地区 二、低维护 人造草不需要浇水、割草或施肥 使其成为天然草的低维护替代品 人造草用于运动场 住宅草坪和以前使用草的商业应用 它耐用且易于维护 无需灌溉或修剪 这可能是必要的 因为有屋顶的体育场缺乏进行光合作用的阳光 其缺点包括需要定期清洁 以及与制造中使用的石油和有毒化学品相关的健康问题增加 1966年 人造草坪首次受到广泛关注 一年前 ChemGlas被安装在Estradone体育馆 与制造人造草坪中使用的石油和有毒化学品相关的健康问题包括以下内容 一、接触有毒化学物质 人造草坪由聚乙烯、聚饼烯、聚氨酯和聚氯乙烯制成 这些都是石油机产品 接触这些化学物质会导致呼吸问题 皮肤刺激和过敏反应 当前人造草产业的趋势集中在提高产品的美观性 耐用性和环境友善性 制造商正在努力使人造草更加逼真和自然 同时也使其更加耐磨 他们也正在探索减少制造过程中有毒化学物质使用的方法 在满足消费者需求方面 人造草在住宅和商业应用中越来越受欢迎